Miradio,普羅政治學院 驗證進行2018年 維園年宵義工招募 時間由2月9日至15日 大家可以選擇任何時間、日子 有興趣的朋友 請將姓名、聯絡方法 以及可以幫忙的時間 電郵到以下電郵地址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好,回到我來很快 剛剛講到就是 學運這三個年輕人 未有見樹 先有家長 這件事不奇怪嗎 還不只是沒有見樹 犯了所謂佔領和雨傘運動 一個所謂很嚴重的錯誤 吹個雞之後 自己就沒有拍 算是出賣戰友 為什麼他們會有資格拿這個場 第二,你說不一定要有成果才可以拿這個獎 你說這個獎本身的目的是 表揚一些用和平、理性 和非暴力的手段 去爭取普世價值的人 就有資格拿這個獎 很奇怪 其他的意思呢 因為旺角的蘇聯 要坐兩三年的意思 梁天琦這些人 好像沒有人會記得 這個故事就教我們 不要經常想著要靠外國 外國的人不一定是 完全大愛無私是為了你們的利益 他們有自己本身的利益 這是第一 第二 就算真的完全 左膠式大愛無私 真是為了 你們香港人 去幫你們爭取權益 完全是無私奉獻的 但很多時候因為距離的關係 都是一知半解 甚至是不求甚解 只會找一些封面的人物去歌頌 有時你看外國的報紙 甚至可能會把黃之鋒連繫為 港獨的領袖人物 所以這個故事教我們 本土的東西 要先由本土的支持開始 就不要每次都要期待 外國的人去參與 或者有時還要吵 為何外國只是譴責不去做 這個很奇怪 就像你上班一樣 你吵同事不幫你也奇怪 同事不一定幫你 你最早吵是隔離公司的同事 人家是隔離公司 已經不是你的同事 他幫你出聲音 或者聽你抱怨 是人情 不幫你是道理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認為是可以有啟發的東西 諾貝爾獎的確是一個 至高無上的榮譽 當然這個諾貝爾獎 還是和平獎 其實並不是加許他們 帶領這個運動 怎樣去爭取到什麼 或者爭取不到什麼 而是加許他們 帶領這個運動 還是用一個和平 都偏向和平的手段 其實是和平的 只不過他們又被人告 用暴力 挺矛盾 但其實如果國際的標準 一定是和平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 有國會的議員去提名 所以這個和平獎的加許 並不是加許他們有什麼 戰績 功績 所以如果像Alan這樣說 其實這個諾貝爾獎 某程度上是一個 挺可笑的 好像有點恥辱 有點奇怪 有點奇怪就是 加許他們做不到 還有還有 我不要說他們三個人 值不值得 有沒有資格拿這個獎 有沒有機會 因為這三個人 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而令到對香港的前程有幫助呢 不如我們看看這個歷史 達賴喇嘛和昂山素姬 分別是1989年和1991年 都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最後得到結果是什麼呢 他們有沒有因為這個獎的光環 而令到當地的民主進程有改善呢 沒有啊 反而西藏和緬甸 是要收窄這個政治空間 我想要補充一個就是 Alan所說的就是假設了 即是假設 成蒙這個厚愛 即是獲得獎 我想補充一個前設 就算他們現在 大家估計獲獎機會渺茫 但就算他們獲不到 現時他們被提名 還要給一些美國兩黨聯合提名 一個很高榮譽的殊榮 被提名 就算他們獲不到獎 其實這個提名已經令到他們三子 已經升華了一個層次 或者令到他們獲得了不少市民 香港或者香港以外的人的支持 所以剛剛Alan說得很好的 就是提醒香港人 提醒香港人 其實他們這個獎 不是說加許他們的什麼成果 其次就是 你看到他們現時三子作出的回應 就是譬如他們的聲明 不知大家參與這個二三運動 是抱著什麼的意識形態 什麼的政治理念 但他們的聲明 都不停地提起中國 又六四 即是有些營造歸宗的觀念 跟傳統泛民主派差不多 沒錯 希望大家不要再陷入一個 傳統泛民的一個無限圈 再做多一個司徒華 李柱銘出來 大家看到他們帶領香港人 簡單一個很近期的例子 西班牙 加泰龍尼亞說有獨立 西班牙是否民主國家 是的 西班牙民主是否代表到 加泰龍尼亞可以獨立 不是 代合一個 中國有民主 假設中國有民主 如果中國有民主 香港是否有機會獨立 不一定是 我都很肯定不是 所以無論是 由Alan剛剛很現實的 推論 還是說你很本土意識 其實所謂的鄰國 中國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 社會運動 希望香港人 都在自古不下的情況下 就不要分心太多 補一補一補 剛才說起西藏和緬甸 就算昂山素基 和達賴拉麻 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都是沒有放寬政治空間 甚至劉曉波 拿到和平獎 中國有沒有放過人 沒有放過的 找到病死為止 所以有時候 提名和派長的人 自然是很輕鬆的 其實是道德高地的 但是受的人 或者是受的人所屬的地區 就可能要被受打壓 這是其中一個 我認為比較重要的項目 所以這個 諾貝爾張提名 未必是利多於弊 甚至會比較多於弊 對於建制派人士 當然是覺得 有外國勢力 有干預中國 有損害外交關係 選害國家安全 說得很負面 但是對於另一邊 泛民也好 本土也好 這樣去看 其實都不是完全正面 剛剛所說的 很多很多都是 整個局勢 都是一個諷刺的獎項 就算獲提名或獲獎 都是一個很諷刺的 就是這樣說 說起他們三位 剛剛出了他們的判決 他們是上訴得直的 最少不需要再坐進監牢 但是他們自己也知道 也在電台上說過 他們三位也知道 這次不算是一個勝利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判決的判詞 是說到 基本上承認了上訴庭 認為他們是有暴力的誠犯 在這次雨傘運動 同時以後的判決 會大致上訴庭的判決 其實這個判決的本質 基本上是跟劉兆佳 在電台上說的一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劉兆佳就在電台上說一句 總之你就不要做任何事情 不要說任何事情 被人覺得你是不接受 或者你是挑戰中國憲法 或者是基本法 在政治上面 你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那個本質是一樣的 現在不是說 你可以怎樣去避開 令到中國不要生氣 令到避免共產黨不開心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已經不是這樣的了 現在已經完全定性了 中共和港共 只要是因為你是一個香港人 你是一個基本上 相對上有獨立思考的年輕人 他就給你一個墳墓 你是注定不會有得翻身的 連墳墓 連棺材都準備好 四口釘都釘好了 第一口釘就是釘你港獨 一定不行 第二口釘 釘你本土 第三口釘是釘你自決 第四口釘就是釘你 只要你身為一個香港年輕人 你就注定是沒有可以發跡的路 所以不要像眾志那樣 周庭安被DQ 就立即轉去擋綱 其實你玩這些文字遊戲 轉一下我們不要說港獨 我們叫做自決 如果你說民族自決不行 我們叫民主自決 你玩這些文字遊戲 五體投地 阿餘奉承 最後得到什麼 如果你跪 要屈服 要做奴隸 得到東西 沒問題 這些可以叫做手段 但不是 現在人家講得明白 連兩天琦都是這樣的 他說是呀是呀 我效忠我簽了這個確認書 最後呢 不就照DQ 根本不關你說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是很無聊的 或者是很愚蠢的 我不要說政治立場 你要做轉變 你要偷偷地改良換柱 改一點點字 就認為可以過關 不如直接 改言易切 改了那個手法 改了那個方針 做一些實際的行動 不要跟這個所謂的遊戲規則 你現在可以選立法會也是一樣 如果真的是一個抗爭的話 是有計劃的抗爭 你不應該是跟對手設定給你的遊戲規則 最差的是什麼 你跟那個遊戲規則 而且得到的獎品是什麼 是一個沒有用的立法會議席 最多是有每個月十萬元和一些津貼 為什麼會有人這麼愚蠢 首先第一 對抗一個敵人 是跟他的遊戲規則去玩 第二 玩完遊戲得到的獎品 是沒有夠用的 這個不是愚蠢是什麼 想補充的就是 不要再把立法會和一個政綱掛勾 就是你的政綱不一定要看立法會選舉去表達 因為是表達不到 你的政綱不論是自決還是一個很簡單的政策 說去加重緩 退休保障 醫療這些都是和立法會的議席 基本上理論上有關連 但是香港政治的系統是沒有關連的 所以就是不要再把立法會議席和你的政綱掛勾 會這樣做的就是因為泛民他們以前的老調 就是我在立法會幫你爭取這些政綱 這是一個大家應該識破的謊 而其實就是立法會選立法會還選立法會 你的政綱還你的政綱 我去負責做政綱的人去做 你這樣說還是說 我只要不讓別人D叫做 現在不是的 你周庭不是已經在用 不要講港獨 不要讓別人入 只是講自決 都是不行的 為什麼你還要跪 你跪完之後沒有得著 這個是最愚蠢的方針 現在在說這一點 你之後怎樣 你現在是為了求民主 為了求普世價值 你的條件 你得到支持的條件 是道德的依據 道德的感召 現在好像姚蟲這樣 承認自己沒有自決 或者好像周庭眾志一樣 突然間就轉到政綱了 一開始已經是屈服了 這些不是叫做策略 這些是跟你 譬如大家打輸了走路 然後安慰自己 好像阿Q一樣 說自己是策略性的撤退 你跪完之後沒有東西可以拿到 這個是我最難理解 為何所謂自決派 這些人 或者叫做比較激進 或者比較新的泛民主派 還在想 可不可以轉圈 想想一些糞便 其實全部都是文字遊戲 泛民的腦調 就是有得入閘就屎都吃 但最糟糕就是 年輕人那一批是不會讓你入閘的 他會讓姚蟲營入閘 但他不會讓你這班 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入閘的 就是這麼簡單 時間都差不多 因為 好 那我們下集再見 下星期再見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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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